讲讲三位了 其实很多同学问这个三位的问题 除了三位还要讲三位construction 除了三位construction的话 还想讲一讲construction的股票 construction的股票我想举例子 当然不是任何的买卖建议 只是举例子去讲一讲 关于基本面分析的一些例子 我想举的例子是一个 我直接告诉你名字了 我想举的例子是一个叫做GBB的公司 OK so 这个 那我举它的例子也是因为 它有一些基本面 基本分析上面的亮点的是 很多同学可能他就 不懂得看 所以我们在这边因为跟大家讲 基本分析呢 就如果能够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聊一聊 那我也先申报一下利益 因为我也认识他的老板 OK 有吃过饭 所以呢 我了解了多一点点 所以就跟大家讲一讲罢了 就没有promotion的意思 所以我就很坦白的了 好 我们先快快的 重要的这个三位我们先聊吧 看这个时间 能够的话我们再聊其他的三位 好 OK 哇 还有同学们 升位 你看 升位的股价呢 是没有从COVID-19的那轮下跌里面呢 回升太多 你看今天还在向下走 对吗 现在1块30多的这个价位 so 今年3月18号的时候呢 股价的最低点呢 是在1块20多 你看现在呢 就是还没有回升的情况啊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呢 三位产业信托它也是这样子的 差不多的 因为刚刚有同学有问到三位产业信托 对吧 Sun rate 你看Sun rate的情形呢 也是一样的 它跌回来今年COVID-19的这个情况 OK so 然后呢 我也看到有同学们在 在我今天做这个直播预告的时候呢 有同学们在下面有留言 对吧 讲到三位产业信托 这个Sun rate 有同学说宣布不派系 然后有另外一位网友呢 就纠正他说 他说 从每个季度派系 改成每半年派一次系 所以也就是说派系的这个 有可能派系会有缩水的情形 然后Sun rate产业信托 他自己讲是 预计没有这么快会完全恢复起来啊 因为我们live with the virus的这个情况 看来是 看来是 还要一段时间啊 因为你会看到 比如香港 再次爆发 感染人数创新高 对吗 昨天好像是140多例 OK 因为一旦重新开放边境 新加坡也是重新出现 感染数字向上升 马来西亚我们也开始 昨天20多 今天30多 对吗 OK 这个数字 然后大家又开始担心呢 会不会啊 重新有这个 这个隔离措施之类的 所以 这些已经遭受过 第一次打击的行业 这个 零售 旅游 这些 对吗 这个产业信托绝对是 帕迪尼你看 帕迪尼也是 零售 Air Asia Twin Protect 通通都中 大马机场都中 对吗 受过第一轮打击的那些行业 现在也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担心 second wave的爆发 他们的股价 开始重新下跌 跌回去3月份的那个前期地点 向那个前期地点走过去 ok so so你看啊 这里面又回来 回来 我认为我们之前讲到的 最坏的情况 没有过去的那个情形啊 某一些方面 就在某些行业上面 是出现了这个现象 ok 这个病毒真的没有这么容易的放过我们 ok 所以大家同样的 大家也是要特别的谨慎 各位同学 因为这个月月尾 我们还有那个 是不是有哈基姐 所以 这个 大家如果又是很高兴的去聚会啊 对不对 去见朋友了 这个回家乡啊 那 我会 有点担心啊 ok 好的一点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 那个 这个 国际的 这个国境还没有全面的开放 啊 否则的话 感染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啊 ok so 真的 马来西亚的经济是绝对承受不起第二轮的 啊 这个封城的打击 对吗 啊 我们的首相慕尤丁都已经在那天的直播里面讲过这个东西了 so 那 你看 有些行业板块呢 是重新跌回去三月份的那个位置了 ok 所以 因为 现在困扰他们的那个 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 所以你要去趁低吸纳的话呢 你必须要搞清楚啊 你第一 你要有holding power才行哦 第二 你最好要有 计划 就是说分批 你不要一次过 现在我就说下去 身为产业信托 你可能要等很久 他都没有表现的 甚至 此一点再有 稍微再低一点的价钱 我不知道啊 再有更低的价钱给你的话 你又没有子弹去 去去去买入 所以你叫小心这个情况 啊 那些已经受过第一轮 covid-19 影响的行业 如果再来多second round的话 他们 会 很可能会 更惨 ok 因为你这么久都没有恢复元气 啊 又再来多一个打击的话 对公司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啊 以及 就是这里面已经来到我们讲的基本面 啊 这个商业价值可能就进一步受到破坏 小心啊 ok 我们讲的身位 那身位其中一个他走下来跟他下面的身位产业信托啊 呃 有关系也会有跟身位医疗有关系啊 因为身位medical其实上是毫无疑问covid-19以来他肯定delay了 对吗 那么 呃 身位再加上他宣布了这个优先股的这个集资计划 ok 就是很多同学问的这个 呃 ICPS是什么来的 ok so ICPS的全称呢 是inredeemable convertible preference share 呃 中文呢就叫做 不可赎回 可以转换的优先股 就不可赎回的意思就是你买了 你不能够到时候要回现前 不能够给回你现前 只能够convert成为股票 所以 不能赎回inredeemable 啊 convertible可转换优先股啊 那优先股跟ordinary share 普通股最大的差别呢就是 优先股有优先权啊 ok啊 但是啊 有些权他又没有多 比如投票权啊 ordinary share啊 就是普通股的股东 他有那个股东大会上面的投票权 那优先股优先什么东西呢 通常是优先在 在获得股息分红上面 首先派息给优先股的股东 啊 普通股的股东 你们是second round嘛 第二轮才分给你 首先的股息呢是要 呃 guarantee给了 这个preference share的holder 那给了preference share的holder的话 就代表你可以分配的利润少了 所以可以分配的利润少了 的之后 再拿这些利润分给ordinary shareholder 啊 so这个就是preference share 它为什么会有较优先股的原因呢 那三位集团呢是有 20%的这个啊 dividend payout 这个policy啊 派息政策 所以原本你说我赚了100个million 那我就会拿其中的200个 呃 就是呃 2000万出来分红 但是现在呢 你要分这20%的这个利润之前呢 还要先分给preference share shareholder 给他们dividend先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呃 大概的情况 OK 那么在这个东西一出来呢 三位其实是先跌了 三位被这个因素 呃 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呢 在五月份一公布的时候呢 三位马上就掉下来 当时候啊 从1块6毛多 一下子就跌到1块3毛多 这个下跌呢 它的幅度呢 跟它现在的那个 呃 啊 因为它现在做的是 五送一 对不起不是五送一 啊 五个对一个的这个 呃 preference share的这个发售 就你有原本五个 呃 这个 这个 existing的股票 你就可以买一个 这个优先股 啊 那我就打算换一个讲法 告一告诉大家先 这个优先股 它有什么 这个优先股呢 毫无疑问 它是 看上去 有吸引力的 但是你要获得这些好处的话呢 你 你就要先买三位的股票 你买三位的股票 你才可以去 认购它的这个 优先股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到时候有人 不要认购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那个 PR会放出来 就preference share rights 认购这个优先股的权利 可能会放出来 ok so 嗯 几时是它的这个 exercise day啊 ok 这个我忘记了 有 有 知道这个 这个除全日的啊 同学们可以将那个日期 写下去 我们先来聊一聊 它的这个 优先股的 具体细节先啊 呃 其实呢 同学们可以 用网上面的新闻呢 很容易找一找了啊 对吗 啊 三位 这个 1.1 billion 这个 ICPS 那我呢 就直接借用一下 Canaga Investment Bank 的一份research啊 这个是6月15号的 我觉得还是 非常的update的 啊 so 这位是 呃 Gore 这位分析师 做的这个讲解 那我就用它里面 code的一些 客观数据 给大家看一看啊 ok so 这个 它要筹集的 因为它是五对一啊 所以它要筹集的 票数 我们看看啊 你看三位 目前 三位集团 我来做一个截图 三位集团的 total number of share 总发行票数呢 是差不多 五个billion的 啊 unit of share ok 4.9啊 so你现在呢 就我当你是五个了 好不好 ok 我就当你是五个billion了 好不好 那么你发了这个 你发了这个 comvertable的ICPS之后呢 那你五个 变多一个出来 对吗 这个1b呢 就是新增加的哦 就说因为这个是可以 comvert成为母股的 到时候啊 五年后 这个是五年啊 五年后 其实它第四年 就可以开始转换啊 ok 呃 这个但是不是全部 我就讲全部啊 如果五年后呢 它就会变成六个billion 你的票数就从五 5billion 50亿 到时候呢 就会变成60亿 所以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 冲淡稀释的效果了 对吗 对吗 你的每股盈利啊 earning per share啊 你的每股资产啊 你的book value啊 这些通通都要被什么 通通都要被乘五除六 就是说你要预计它 冲淡过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你就乘五除六了 就如果你是有五百 呃 五十 五十亿啊 五十亿的时候 你的每股资产 呃 let's say 你的公司的总资产就是五十亿 然后你有一共发售了五十一个unit of share 然后你的每股资产就是一块钱 对吗 五十一除以五十一 那么如果你现在的票数变成六十亿 就是假设所有的这些不可赎回的债券 呃 优先股全部恐怕成为这个母股的话 那你就变成六十亿股了 那你的这个每股资产呢 就是一块钱乘以五再除以六 那就剩下大概八毛多 所以你大概就跌了一个十五八仙左右的那个 我们叫做冲淡稀释了 dilution就大概十五八仙左右 所以那个消息一出来的话 三位的股价呢 其实已经跌了十五八仙了 那几天 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个dilution的效果呢 可能已经是反映出来了 已经是反映出来了 啊 当然这边还没有考虑 还没有考虑到warren对吗 听说还有warren 那我们先不讲这个warren先 ok so 呃 这个因为一讲那个warren又比较乱啊 因为那个warren就感觉上好像是 呃 一些附加的啊 让这个计划 看上去更更更有吸引力的一个影响 啊 呃 我们讲回这个 就概念上 你现在先明白啊 那有个东西呢 我对马股的观察呢 我就想讲的 关于这个ICPS 关于这个优先股 以前马来西亚股市呢 没有这么流行优先股的 啊 以前我们马来西亚要筹集资金 你就富家股就直接来了 富家股送你warren 对不对啊 so然后你 你你你你你呃就是warren就当成是一个给你的甜点点的哈 就是买一送买就是买三送一这样子了哈 买大送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 那嗯 但是 富家股呢 是直接直接冲淡你的美股盈利的 直接冲淡你的美股盈利 因为你富家股一发上来你的dilution就马上发生了 但你发留意到吗 刚刚三位的那个优先股的那个冲淡效果呢 是 这个优先股的冲淡效果呢 是 呃 五年后才会 全面反映出来的 也就是说它delay了那个dilution的时间 将那个 西式的 那个timing呢 delay了 优先股才能够做得到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做得到 就是 以前有些朋友会知道的 就是那个long stock LALB那种 啊 所以通常呢 你也会叫做IC LB这样子了 对吗 inredeemable convertible 呃 还有U的 unsecure long stock 通常是这样子的 啊 I C U 那个 那个LS 对吧 long stock 那个就叫做债券股 马来西亚我们的股市里面 以前也是有 现在也比较少的 啊 我 呃 我我我留意到的比较少 如果有不同意的同学们可以给一些 给一些看法上的补充啊 OK 那 呃 啊其实债券股呢 也是第一不可以赎回的 等于你借了钱给我 我不会退回本钱给你的哈 那你到期的话 你要要就convert成为股票了 所以就是inredeemable convertible 一样的 但是unsecure 没有担保的啊 没有担保的啊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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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抵押的资产 以及呃 债券股呢 债券股呢 就这个债券呢 它虽然可以delay这个convert到母股的dilution 也是delay到几年后 但是你债券股一出来在资产负债表哪一个地方出现了 就会在资产负债表里面的长期债务出现了 对吧 教过大家资产负债表的我 它是以资产负债的方式 加 其实是令到你的资产负债表呢 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债务多了 but preference share呢 你看呢 preference share这个ICPS 它好像有 附加股的 这个好处 也有这个债券股的好处 合在一起了 怎么讲 你的这个preference share dilution 换股 转换成为普通股 这个对earning per share的影响 是到 几年后才叫做真正反映出来 对不对 OK so这个是 你的loan stock原本也会有的 但是loan stock会造成你的资产负债表的 总债务增强 preference share不会 优先股是令到你的 shareholder equity增加 反而是令到你的股东基金变强了 对吗 所以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呢 就出现了强化的效果 降低债务比率的效果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折中上来 还有你的债券股的话呢 债券股是一定要给利息的 对不对 一定要给利息 so 你亏损呢 你可能也要serve你的利息的 but优先股呢 虽然我这个优先股的股东呢 是可以拿到利息啊 OK 但是也是以有盈利为前提的哦 对吗 so如果没有盈利的话 是不是可以不派呢 我的理解中是可以不派的 因为这个没有说我亏损 也要派给你的 如果我有理解错的话 也请同学们补充一下 到这个地方我们就 我们就聊了几个 corporate exercise 就是说在集资的时候 我们的上市公司 用附加股送warrant 对比这个 附加股送warrant的话 迟一点你的warrant再带路 对吗 warrant再convert的话 OK 也是有问题啊 对吧 so 对比了附加股送平单 以及这个 不可赎回可转换债券股的 那个形式 对比现在讲的 不可赎回可转换优先股 这三种的差别 ok 有点绕口啊 转来转去 可能前面 刚刚前面的那半一钟 还有那个大半段 讲的太 讲的 讲的太多东西了 搞到我觉得 好像没有力了 这三位 我们 我的脑转的比较慢了 ok but没关系 我们先讲完这个东西先了 我打动你 我打动你 差点养 快点养 有点 五分钟 我打动你 打动你